记者陈冠的彰化报道,园林市大同国中校园里经常出现一股犹如饲料的新臭味,味道令人作恶,校方未顾虑是升上课品质,免费提供口罩使用,近日有学生受不了,出现大量申请的现象。 校方澄清校园飘逸位与临近饲料厂排废气有关,以要求改善,最近天气温差大,容易引发支气管相关疾病,所以申请口罩学生人数才增多。 大同国中校长施纯在指出,大同国中校园飘逸位,原因多半来自于仅隔两条街的国庆饲料厂,每当生产饲料排除废气时,空气的确不好闻。 但近年附近大楼煮起意外挡住臭味,不过偶尔还是有学生表示不舒服,为此校方去年行文彰化县海保局请厂方处理。 厂方两次派人到校解释,表示烟风冒出的烟味蒸气,并提出环保署相关数据皆为正常值,不属于下午2。 5.施纯在表示,学校配合空品其实施制度,每天早上, 中午广播当天的空污指数状况,检视是否可从事户外活动,而为让每位学生保有健康身体。 两年前健康中心扩增4000份口罩供应学生使用,不是针对空气有恶臭才准备。 健康中心黄护理师表示,9月开学之初可能风向关系校园时不时传来一股新臭味,一天约有数十位学生因为空气恶臭问题还申请口罩,不过近一两个月来一天只剩一两位申请。 其他多半是因为天气冷引起发烧或是过敏问题来申请。 泰山企业中区管理客客长蔡振生表示,泰山企业在两年前将云林厂成租给国新饲料公司使用。 该厂生产鸡猪饲料为主,原料都为玉米、黄豆粉,对人体病无害。 生产饲料过程中,蒸汽挥发偶有飘散意味。 公司本身已做了配方改善鸡肥器物封闭性处置,下个月还会接受海保局机场。 蔡振生说,国新饲料厂最快明年6月至12月将铅厂至云林。 届时该地不再生产饲料将作为仓储使用。 敬请民众谅解。